新動大未來幫您找錢來 Grandpa您好 我是主持人院小婉 相信您一定有聽過PCB版這個詞 也就是所謂的印刷電路版 因為它的應用範圍領域非常的廣泛 能用在通訊跟消費性產品 汽車還有航太等等 而為了讓產品固化定型 PCB版的製程都得要經過烘烤 也稱作乾燥解決方案 那麼鏡頭今天要帶您到桃園龜山 來認識這家專門做乾燥設備的製造廠 供應全世界一半的PCB廠的金台 近兩年更切入了半導體領域 一片片古銅色的印刷電路版 依序被推進輸送袋 透過機械手臂 讓每片板子就定位 眼前這部機台正在進行乾燥作業 就像個大型烤箱 只是烘烤的東西很不一樣 印刷的概念 印好之後要烘烤 那這一步就是用防漢圖布取代印刷的部分 每一家陷入版廠都有需要類似相關的設備 為了讓產品固化 定型得要烘烤過 被稱作乾燥解決方案 這是不可或缺的工序 主要應用在印刷電路版也就是PCB版上 簡言之日常生活中的電子產品 像是電視 電腦 手機的產出 都得經過這台乾燥設備 配電 配管線亦或是門板的組裝 通通一手包辦 鏡頭帶您到桃園龜山 這家專做乾燥設備的製造廠 全世界約莫50%的PCB廠 機台都來自這裡 組裝的時候精密度沒有做到好 弓箭在走進去的時候 可能會發現一些定位不準的地方 或者說配線同能它沒有注意到 所以說有一些感應器 它可能有配錯的地方它無法感應 這都會讓程式在運作的時候 運作不起來 青上生產線盯廠 他是創辦人吳明志 原本也是工廠的配電技術人員 因此對著製程再熟悉不過 二十多年前會選擇創業 卻是因為咽不下那口氣 自己想要提升的時候 就是別人可能會衡量就是說 你只是一個高職畢業的學生 我跟你講這麼精深的邏輯設計 這是要大專生才聽得懂的啊 跟你講請問你聽得懂嗎 雖然有技術活能填飽肚子 卻因為學歷發展受限 吳明志開始自學成事 為了不想失業只好自己當老闆 創業真的會成功嗎 說真的創業不一定會成功 那不一定會成功 你為什麼銀行的本票 你還是要簽下去呢 你簽下去失敗你會變乞丐喔 因為 因為你不簽下去 你現在就要變乞丐了嘛 與幾位朋友合資創業 一度舉債六千萬 破釜成舟沒有失敗的本錢 但創業圍堅 吳明志迴響真的不容易 客戶會問你說 請問你的設備賣給誰了 那我們是剛創立的公司 自然是沒有嘛 那甚至有一些客戶的採購 他會問我們說 那你就把你們公司行路留著 那自然我們連行路也沒有 因為沒有賣過任何一部產品 凡是企同難 客戶開發處處碰壁 只能挨家挨戶 拜訪找機會 更曾因為剛成立時 還是兼鐵皮屋工廠 讓國外客戶看不起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還是鐵皮屋工廠 所以我記得那個 美國的工程師跟我講說 你幹嘛帶我來停車場 那看了我現場設備 沒有一部他看得上眼的 他最後就說給我20分鐘 叫我準備一些方案 告訴他 如何在烘烤過程中 可以把玻璃弓箭弄得很好 幸好有著深厚的技術底子 不怕臨場考驗 吳明志打出漂亮一照 他說把這個方案弄成自動化 明天送到飯店給我 那我們明天早上就把方案送過去 然後他就說 這個方案可以45天交機 我說那訂單呢 他說我們公司要請你做 你還在等訂單嗎 你如果在等訂單 你的商機應該就不見了 搶下知名大廠訂單 順利交機 成了指定供應商 口碑效應讓事業漸漸步上軌道 而這乾燥設備 竹力雖然應用在PCB 也能適用工業 航鈦 光電等領域 近幾年更將事業觸角 伸進半導體 為了要確保半導體製程 particle issue可以被排除 所以這個盒子是需要經過清洗的 那清洗完之後 濕濕的還是不能用 所以就需要用到乾燥解決方案 第一次做當然會覺得很困難 但是很困難 我們又要確保第一次就能成功 所以我們在我們廠區 就做了一些相關的實驗室設備 就是說到底這些噴頭 噴出來的水 角度要什麼樣的角度 流量要多大 噴多久 才能把這些 所謂的那個盒子 一些死角洗不到的地方 全部都確保能洗進 因緣際會下 將自家的乾燥解決方案 擴大延伸至晶圓傳送盒的清洗設備 為此廠內配備大幅度升級 無塵室也是大概10月份才開始弄好的 那其實也就是為了半導體這方面的佈局 因為傳統的電子業它並不會要求到解禁度這麼高 為了符合半導體製程 斥資了1500萬 打造無塵室 吳明珠認為 錢花在刀口上 就是至勝敏訣 你當時創業你難道就不怕失敗 然後借了那麼多錢失敗以後 日子過得很辛苦嗎 你為什麼那麼有勇氣 那我就想 我也沒有很有勇氣 我只是沒得選啊 機會來了 你是不是一個能把握的人 從當年的備水一戰 二十多年來緊抓每一次機會 配電技術員翻身成上桂公司的總經理 吳明珠慶幸一直以來不服輸的意念 承受了今日的自己 再來看到我們台灣有許多的產業 在國際市場當中佔有一席之定 像玻璃就是其中之一 那麼全省的時期 全球有四成的產品都是來自台灣的 後來因為人力成本高漲 競爭力逐年下滑 因此玻璃產業 一度被稱為西洋產業 但是這幾年呢 有本土品牌 靠著傳承半世紀的玻璃配方 做出了色彩繽紛的玻璃製品 讓MIT再次獲得了國際市場肯定 民國七十年代 紡織是台灣最夯的產業 但經不住鄰國低價傾銷的擠壓 一度淪為西洋產業 之後靠著創新 尤其是機能部的問世 成功讓產業大翻身 年產值將近三千六百億台幣 是全球重要供應鏈之一 紡織的再出發不光是帶動自身發展 同時也激發許多產業 開始尋找不同契機 像玻璃就是其中之一 我就發明了一個所謂的雲彩玻璃的專利 當時申請下來的時候 連國外歐美的雜誌都還沒有出現過 這個畫器是我當在發明專利以後 第一次自己親手做的一個盤子 它的藍色是雲彩的效果 那個年代是流行色彩玻璃 以燈世界來講 除了透明 白色 單色以外就沒有什麼變化 就在那個時間 接下了這樣的一些訂單 同時也應用我專利的那些工法 開發出一些新的產品提供給宜家 那時候也造成蠻大的 在燈世界造成蠻大的一個迴響 他是王憲德 他推出的MIT玻璃製品 不再只有晶瑩剔透這類的形容詞 靠著多層次以及繽紛色彩 除了獲得瑞典家居用品的青睞 英美等跨國連鎖企業 甚至連汽車品牌 也都紛紛開始和台灣合作 成功在國際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讓這個要很小心 不然那個射手就跑掉 這個最重要 能讓台灣玻璃產業 從沒落再到看見曙光 傳承和創新 是推動王憲德前進的力量 父親王南雄 是台灣第一代玻璃藝師 憑藉著獨門玻璃配方 和精湛的製作工法 早年在北台灣的英哥樹林等地 設有多家工廠 是當時玻璃產業的領軍人物 從小跟著父親在工廠長大 學習相關工藝 不論是在烈焰前 攪 吹 拉 敲 或是斤斤計較的調配原料 全都難不倒王憲德 但一段時間磨練後 他發現想要讓作品更上一層樓 玻璃配方更是重要關鍵 我手上的這個東西 它是整個產生非常碎裂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就是屬於原料的 膨脹係數不合的一個狀態 為了要完善手中配方 一有機會 王憲德就會向老師傅請意 細細觀察不同成分的效果差異 連帶也影響專注行銷的大女兒 在進入玻璃產業後 開始在配方上投入更多的關注力 現在帶你到這個料房配料室 一般我們玻璃融爐就有所謂的主料 就是所謂的透明料 這三個基本上就是透明料 你看砂 基本上主料與副料 就是細砂與血壓的鑄溶劑 其他副料一定要混配得非常均勻 這樣這種快動都要細料嗎 這樣細的是OK的 不然你在燃燒的整個溶解過程當中 它就會產生所謂的結晶不良 會有所謂的料紋 顆粒之類的就會發生了 回顧創業路 在掌握住玻璃配方的奧秘後 一開始王憲德並沒有自創品牌的念頭 反而是進入大型玻璃工廠上班 沒想到這個出人意料的選擇 反而幫助他深刻了解到 技術與成本之間的關聯性 比如說我們後面的產品是300克 那一般思路在取料的時候 它會落差大概在正部15克左右 如果是一個不協調的動作 會造成玻璃廠生產的損失 大概大概在百分之30的比例 意外無處不在 世界工廠的崛起 低價傾銷 讓大型工廠也經營不下去 大夥都會沒飯吃 這時王憲德才有了創業想法 第一道難關是搖爐 因為玻璃製程非常重視溫度 設計不良的工作動線 絕對會讓良率大幅下降 整個製程是一條 律動必須節奏 必須一致的一個動線 前面的師傅跟後面的師傅 操作時間若差太大以後 因為玻璃碰到冷空氣會降溫 如果你的節奏不統一 師傅在操作的時候 玻璃的溫度往下降 就是代表玻璃比較硬 那在成型的過程中 它會造成催制的不良 出乎眾人意料 王憲德與老師傅們 只用半年時間 就將陶瓷廠改建成玻璃廠 不光是順利投產 靠著新工法 生產成本也大幅降低 在取料之前 先把顆粒粘在我的取料桿上 等於是說 沾好以後下料以後 它的顆粒不會掉入 我們原有的溶機體內 讓成本下降了70% 只是降低成本不代表營收增加 要如何打破 持續壟斷在市場上空的低價陰霾 王憲德的大女兒王宇燕認為 設計感是MIT玻璃的全新競爭力 打破傳統才能搏到不同商機 說的比較實際點 是年齡上面跟生長經驗上面的落差 再加上角色定位的不同 爸爸就會比較著重在他的技術 跟工藝表現上面 所以他就會希望產品的表現 可以相對的在外觀上面比較複雜 比如說像是星位設計師 他們所設計出來比較簡約的產品 其實是合適我們目前一些小家庭的生活 多了設計感的新作品 透過一連串海外參展 成功獲得日本市場重視 王家新創品牌 終於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設計價值 讓我們在專案的業績上面 有更好的發展 從原本的純代工 一路轉成到ODM 甚至是品牌聯盟合作的方式 增加了在業務上面大概兩到三成以上的業績 繽紛的色彩學 潮流的設計力 台灣玻璃產業藉著新舊融合 從成績再次遇火重生 繼續來關注到您有想像過嗎 在台灣大家使用過後的醫療耗材 最後會到哪裡去呢 根據統計 台灣一年有14萬噸的醫療廢棄物 早年因為沒有回收處理機制 只能隨意地丟棄或焚燒 造成二次污染 甚至還會釀層代澳新的毒害 但是這一位 他有著公共衛生專業背景的張吉南 他從中看見生機了 早在民國85年 就投入這項醫費再造工程 他拆解像是滲透吸導管 跟針筒或點滴 經過了高溫 把其中的塑膠原料給取出來 煉成綠色塑膠 讓有害變成無害 帶病投醫 雨天真命 但這隨之而來的副作用 卻讓環境喘不過氣 光是台灣 一年就有14萬噸的醫療廢棄物 該何去何從 工作人員穿上防護衣 戴上隔離罩 集中在單獨空間 七手八腳的 快手進行分類 這是我們現在台灣 其實是最多的透吸廢棄物 就是由透吸的這個病人 洗腎病人 他所使用的耗材 上面就是會有導管 透吸管跟透吸導管 還有部分的針筒 那這個部分 其實到場內這邊來之後 他會經過適當的分類 到不同的指側去做滅菌 彷彿如臨大敵 因為根據統計 目前台灣約有 9萬4千多名洗腎患者 每年約會消耗 1400萬隻的透吸管 而這些淘汰的透吸廢棄物 在過去讓人避之唯恐不及 但張吉南卻從中看見生機 他本身就有四到五種的 不同的塑膠材質 然後如果以透吸導管 來講他裡面的一些接頭 或是他裡面的一些夾子 都是用不同的塑膠去做 所以光一個透吸導管 他可能就有超過 七種到十種的塑膠 在這個導管上面 這些醫療耗材 使用的是最高等級的塑膠製成 而張吉南正是向中這一點 決心要變廢為寶 鏈化衣廢造出綠色塑膠 因此這些回收而來的透吸管 經過初步分類之後 得先送進爐內 利用高溫進行殺毒滅菌 我以前是唸中國藥學院的 所以我們以前是在學校裡面 其實對於這種東西 我們都認為 其實我們不是會很害怕 以前有很多的論文 跟很多的學者去研究過 其實醫療廢具裡面的細菌 甚至比你們家 廚房垃圾桶的細菌 還要來的少 為了有效抑制細菌資深 張吉南與醫院合作 建立回收系統 利用低溫儲藏 以及高溫滅菌 解決醫費再用的第一道關卡 我們應該是台灣的第一家 也是全世界第一家 真正有拿 license 在做EW2 Recycle的這個公司 我們那時候是覺得說 如果醫療的這些廢區的塑料 它都是醫學級的塑料 而且它是一個 比較好的塑膠材質 那以前去燒掉其實非常可惜 過去塑膠衣材 使用過後無處可去 只能丟棄甚至直接焚燒 不僅可能造成二次污染 勸真釀成代歐辛毒害 於是有著工衛專業的張吉南 起心動念 早在民國85年 就投入這一項 EW2代造工程 其實我們的廠在建立的時候 其實聯合國UNITO的官員 對於這一塊的官員 也來台灣私下來拜訪過 因為以前的資源化 大部分都是做衍生性燃料 而且是混合塑料 它的唯一的去處 能夠講資源化就是 拿去燒掉 然後我發電這樣子 機台轉動 切除其他材料 留下乾淨的塑膠瓶身 張吉南口中所說的資源化 得先去燃金 基本上的話 人工腎臟的後吸管的部分 我們會先進行滅菌 後進行目標 再把兩端的管頭切除掉 把中間的棉絮給它移除掉之後 取得單一的管身 不只透吸管 處理起來 費時耗工 連導管都得出動人力 一個個細細的 拔除附著在上頭的標籤 或是撕掉使用過的膠帶 基本上的話 上面會有一些紙膠帶 或者是一些標籤 那基本上這些進去的 對塑料都會變成一個雜質 在後面後端 會是無形的一個雜質成分太多 而產生它們的作例品質 這些醫療廢棄物 繳成碎片之後 在經過這一道特殊處理 竟能剖離出 單一單種的塑膠原料 醫療的塑料 因為它的複雜度非常高 所以對於分離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在做醫療廢棄物回溝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公司的部分 我們利用很多不同的比重 跟連接的草體 去把它的塑料 能夠在不同的層次上面 去分選出來 這其實是我們裡面一個 非常核心的技術 為了推進製成 張吉南花了至少3到5年 才研究通透 讀懂了這本複雜難解的塑膠精 依靠獨家技術分離塑料 塑膠的部分原則上 因為它不是從外觀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它是可以染色 然後它又有不同的化學藥劑 加在裡面的時候 它的比重又不同 所以原則上塑膠的部分 不是只有單一塑膠 它還有一些負荷的塑膠材質 所以原則上它本來就是非常 難以分類 伊菲的循環里程 在下一站 但是高溫融融之後 抽絲拉線 最後得到這透白的塑膠顆粒原料 那我們都一直認為 在台灣的部分 它應該有 30%到58%的醫療廢棄物 事實上是可以做再利用的 其實伊菲裡面有80%都是塑膠成分 如果能夠把這80%的塑膠成分的廢棄物 中的50%到30% 再拿回來做再利用 事實上可以做到很好的 循環機器跟機器效益 搶救醫療廢棄物 打進循環系統 再次回到供應鏈之中 將有害變成無害 讓廢柴再次化為有用之財 而另外我們台灣的成衣 也需要解決回收的問題 這幾年來因為快時尚流行 成衣品質下降 再加上運費高漲等因素 二手衣消不出國外 導致回收循環的比率 從原本105年的85% 到110年只剩下64%了 為了要徹底解決 舊衣服爆量的危機 中原院出身的這位 環保志工林鄭雄 他花了七八年的時間 開發專利技術 他可以百分之百 用回收的舊衣做成原材料 進而提取聚脂纖維粒子 或是做成綠件材 讓舊衣重破精神 將這如同粉色小碎石的顆粒 倒進機台之中 經過170度的高溫熱溶 再透過模具壓出 做成室外用地板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室外地板 所以我們就會把剛剛 加好的這些材料 通過熱溶之後 然後定型成型之後 加水冷卻 然後就靠拖材拖到後面去之後 它就成型 簡單幾句話說明之成 但就在這三言兩語之間 可是壓住了林鄭雄 七八年來的研發成果 他不使用傳統材料 而是研發出全新的環保綠件材 過去這種素木 是木粉加上塑膠混合製成 但林鄭雄卻取而代之 從衣料當中提取原料 取代這種容易變形膨脹的塑膠木頭 那我們在回收布料 有的我們可以再去造立 有的又不行 我們就想說那不行 重新融融造立的布料 它的纖維是不是能夠 有什麼樣子的功能 所以我們才特別去研發 這樣子的建材 關鍵藏在這 皺衣進行破碎乾燥之後 經過林鄭雄改植再造 讓皺物得以新用 褪變成全新姿態 這一些白色的顆粒 就是我們的回收的布置布 它就會是基底料 那我們加進去的這些布料 它的纖維結構 就會有點類似水泥裡面的鋼筋 去進行這個支撐結構的一個作用 基底再加上纖維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 非常耐厚的綠件材 這當中白色的碎片 是製造口罩 尿布 護墊的切邊料 利用當中布織布強潤的纖維 支撐起骨架 其他加入棉 尼龍等混坊布料 則是作為基底 兩者重新融融結合創造出一仙墓 來到這位在桃園的舊衣回收場 林鎮雄研發的一仙墓 材料就在這堆 有兩層樓高的舊衣當中 這些大部分都是去粉碗爐燒掉 像這些有的東西 我們直接送到印度去 那時候一個貨櫃只要三四千塊 美金 現在都找到一倍以上 過去台灣的舊衣 會消往東南亞或是非洲國家 但隨著當地國扶持本地紡織業 限制洋垃圾的進入 還有國際運費大漲 舊衣爆倉 無處可懼 台灣各地面臨時尚災難 即便丟進焚化爐也難以消化 因為家庭的垃圾含水量含廚餘量 非常的高 所以它的垃圾一剛開始設計的時候 只有到九百大卡的一個垃圾 那這些衣服的畫籤或者是純棉的 它的垃圾達到六千大卡 所以這樣子的衣服進到分化爐 唯一的辦法就是減量 原本可以燒一頓的 變成只能燒兩百公斤 為了消化這幾首難題 林鄭雄拿起儀器準備抽絲剝繭 主一分析衣料成分 要根據布料特性 名才施教 純的PET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重新融融照立 讓它變成是譬如說像 電視螢幕的外殼啦 或者是一些玩具的一些外殼啦 這樣子的一些應用 那如果是混榜的這樣子的材料 或者是純棉的 我們就可以去做室外地板 裝黃材 或者是去做桌面 桌板 做傢具 挑剩下的那一些幫忙去一下 那些拉鍊扭扣 然後把PET跟混榜的幫忙做一下分享 成功開發出專利相融劑 讓這些醫務分子可以重新再造 但林鄭總其實唸的是醫學 在中研院進行腦神經演奏 卻轉身投入這個陌生領域 一年你知道嗎 全世界製造出6千萬噸的紡織品 6千萬噸裡面如果光是打板成型 它就有30%要被廢棄掉 就有一千多萬噸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一千多萬噸 能夠讓它好好的回收再利用的話 我這樣子的努力就已經沒有什麼 太大的遺憾 理想很豐滿 但現實上卻至愛難行 林鄭雄前後花了七八年的時間 燒了上千萬元進行開發 才將這理想制限化 變出一套可運行的循環經濟模式 就像烙印在布條邊上 壓出瓷鏈 一條鋸脂纖維做成的拉鏈就這樣成型 官房的舊衣能做濾建材 鋸脂纖維飲料 則能夠回鍋再造作為塑膠的資料 這個材料的前處理 製程中的處理 還有製程後的處理其實很麻煩的 需要很小心 因為剛開始經驗不夠的時候 我們也不太知道說 因為找不到這方面的射出 PT的那種資料 那我們只有一直 嘗試錯誤一直做 剛開始做就是 射出來是像一灘水一樣 完全無法沉洗 傳統拉鏈邊條材料 是聚紙纖維布料 拉鏈加上鏈頭 大多是使用 稱作塑鋼的製縮权 雖然具有高度韌性 但用在衣物上卻難以回收 我們希望能做到單一材質化 就是這條布跟這個資料 還有它的拉鏈頭 當它是同一個材料的時候 它是直接粉碎 就可以再進入循環系統 與廠商聯手打通上下游開發市場 林鎮雄進行做一改直 拉鏈廠二代 陳毅鎮 負責產線的生產調整 讓回收材可以推進循環里程 回收的過程它一定會斷鏈 斷鏈的話它的分子鏈就會變短 我們在照例的過程 我們都讓它重新把分子鏈再接上 對 所以我們這個回收 可以無限次的回收 因為我們在每次回收的過程 我們就讓它重生 然後再回到原來新的狀態 的這樣子的物性 林鎮雄用獨家技術 引柔刻鋼 將衣物纖維轉化成工業原料 扭轉產業痛點 成為循環經濟的奇異點 林鎮雄發揮科研精神 找出解方從根本解決肺液問題 讓就義的終點不再只是 逢化爐而是能夠重複新生 再來看到我們的航太產業 是這幾年很夯的熱門話題 其實更早之前 國內早就有反經驗者 挑戰航空專用的試航設備 而這家企業就是來自中台灣 創辦人最初只是單純的水電師傅 看準航空商機轉向 投入發展航空專用的貨櫃領域上 但是說到了航空貨櫃很重要的是要 特別要抗重 抗變形 還要防火 而劉華公跟他的哥哥 兩個人從板金開始創業 也透過中研院尋找合作夥伴 現在已經成為了全台灣第一家 同時擁有美國跟歐洲的試航人者 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後 航空貨運市場以年平均超過5%的成長率 穩定上揚 另外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預估 2024年全球客運總量 預計高達40億人次 超過疫情前水平 以台灣為例 雖然在航太工業起步叫其他國家稍晚 但部分細項中 像ULD或盤貴 台灣已經是全球為二的 整合系統重要供應商 做ULD這個產業之前 都是美國還是歐洲的廠家在做這些 全世界有在這個領域的有十幾家 現在目前 淮嶺是擁有櫃子盤網還有綁帶 在全世界有兩家 就是淮嶺在亞洲是唯一一家 要成為航空貨運合格供應商並不容易 除了要通過各國本身的測試之外 要銷往海外市場 一定要獲得美國及歐盟航空總署的認證許可 從防火 貨重到抗電型 檢測項目再在挑戰產品的設計極限 我們在做整個測試的時候 它六個面都要去做荷重的測試 尤其比較嚴苛的是頂板的測試 我們是要把整顆櫃子倒立 然後抓著底板 裡面要裝4.7噸的荷重東西 一拉的話它整個不能崩潰掉 你要把你的行李還是貨都保護在裡面 懂得抓住商機 帶領企業成為台灣第一家 擁有美國與歐盟雙重飛航安全認證的本土品牌 背後重要推手是他 劉華公 早年和哥哥都是水電師傅 70年代 台灣興起蓋房子熱潮 有人建議劉家兄弟 在本業之外可以兼做電箱外殼生意 就這樣他們從板金開始創業 到了民國85年 政府啟動航太產業 其中一環是透過工研院尋找民間合作夥伴 範圍從引擎到貨櫃 共有10大項目 同時期劉家兄弟發現 建案商機有趨緩跡象 兄弟共同合作的板金事業難以大幅成長 於是決定將原本事業一分為二 劉華公和大哥把重心移往航太工業 以板金為基礎挑戰ULD貨盤貴項目 希望找到全新出入 那時候同時有其他的 廠家也參與了其他的品項的製造 後來在我們 因為牽涉到一些 因為航太的東西 他都有牽涉到一些測試的問題 你一個品項也許他要5個10個的測試項目 那個花費要非常的大 那其他廠家他們開發了之後 就是愛以整個測試的一個環境 沒辦法去搭配 所以那其他的就沒有 全部都等於說前進覆沒了 到了民國94年 美國FA才第一戰爭給台灣懷疑 耗十九年 歷經過產品研發經費 隨時斷缺的結局時期 在拿到美國相關認證後 象徵台灣航太產業 向前邁出一大步 它有空間的時候 它就裝貨 裝貨的話就用成比較矮的去裝 打通美國及相關航空體系後 MIT貨櫃開始鎖定歐盟市場 為了歐盟的認證 企業先是更換硬體 提升產品精密度 以及相關產能 另外受制於運輸成本逐年增加 減輕貨櫃重量成為重要課題 我們剛開始踏入這個產業的時候 一個櫃子它重量是86公斤 現在我們目前已經開發到 一個57公斤的一個櫃子 比申請美國認證更有挑戰性 經過十年努力 MIT航空貨盤櫃終於獲得歐盟認可 讓台灣真正可以進軍全球航空市場 不再有限制 從減輕重量到配合市場需求 研發全新冷凍貨櫃 流伐工團隊用技術追趕過去落後的時機 下一步如何在五大洲全面設立據點 女兒劉思沛打破業務傳統 提供不少助力 我們同行派出去的業務 基本上都是男生居多 那我去參加年會 第一次去參加年會之後發現 我是少數的女生 我普遍有點不一樣是因為 第一我很喜歡戶外的活動 然後第二是就是我也很喜歡旅行 在展覽期之外 我有去到哪個國家去 不管是旅行也好 或者是出差也好 我一定會 就是不管他是不是已經有跟我交易過的客人 我都會去拜訪他 對然後約他看看是不是可以喝杯咖啡 那我會把就是客人就是 業務這個動作變成比較生活化 生活化的操作成功拉近買賣雙方關係 就連過往較為陌生的南漫球市場 也逐步納入MIT的行銷版圖中 包括亞洲 包括俄羅斯 包括非洲 土耳其 埃及 現在都目前都 還有澳洲也是我們現在目前的客戶 不只女兒在業務上有所表現 兒子劉明傑加入團隊後 選擇從內部改造方向發力 這個禮拜我們要放好如期交後 所以交的數量是多少 這個禮拜可以如期 然後我們大概可以交30套 鎖定運作疏漏處之後 劉明傑選擇以五指化作為切入點 成功提升整體業績 在我們還沒導入五指化之前 基本上師傅在每天或是每個禮拜 他的焊接或者是折彎 或者是組裝發生的錯誤 上五件基本上是跑不掉的 所以我很早進來沒多久 我就推了五指化 但是現在做錯了 他怎麼錯 為什麼錯 在初期這兩三年是收集了很多的資料之後 再一關一關慢慢的改善 到最後一年可能不到三五件 從實際數字來看 五指化之前 光是因為製程錯誤所導致的外勤維修 每週平均耗持8小時 額外支出萬元上下 一個月下來幾乎等同一位正職員工人力 但改用平板記錄與分析大數據後 劉銘杰表示 實施三年生產成本明顯壓低 員工工作效率提升 是公司業績成長兩倍的關鍵因素 精準焊接 強化工件荷重性 台灣航空貨盤貴品牌 要用技術與製造能力帶領MIT 衝上全新高度 在一般人的印象當中 板金業是屬於比較陽剛的產業 今天我們要替您介紹這位 很不一樣的板金工廠的女老闆 她是一個女性 二代接班 原本讓外界不看好她 訂單也奏捷 員工走了一半 學美術出身的她 決定要用板金跟美學相結合來拼轉型 後來做出來的精緻盤器 不但邁進金華酒店韓碧樓 成為五星酒店的最愛 還打入了國防軍事產業領 碳鋼 無鏽鋼 鋁板等各類板材 依據材質厚度不同 如同書店半賣紙張 一格格分門別類 一大片板材透過機械手臂作動 送上雷射切割機 裁切成所需的樣貌 人間寫作平面的板材 進一步折彎折毆 才得以進行下一步 直擊生產線 重理是台南仁德的板金工廠 除了替船產製造業生產機台 還有個特殊任務 海軍上面用的操控台 那這是屬於桌板的部分 那你從這邊看到 它是屬於像角座的部分 專門打造軍事國防用的配備 像是軍艦控制台 槍塔 機櫃 陸用車廂等等 但要符合軍用規範 得通過層層關卡 震動測試 然後它必須要通過海向的一個規範 然後還有它的溫度 北極圈之類的 它可能需要很低的一個溫度 它也要能夠安全的操作 畫面上看到這座控制台 就是裝在船艦上 特地1比1打造一台 放在廠內來展示 軍規配備得耐寒 抗熱 要防水 防塵 防震 承受海底爆破 做起來可不容易 小小一家板金工廠 竟然讓國防部找上門 剛好那個時機點 剛好就是要推國建國造 那其實他們是上網 來找到我們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 有做了一個觀望 然後它覺得 發現我們以前做 就是在之前轉型的時候 有做過博弈機台 它其實就跟那個 現在的操控台 其實長得有點像 林家的板金工廠 以接客製訂單為大宗 曾經打造博弈機台 意外被國防部向重 打入國防軍事產業鏈 講起這些剛硬的軍事話題 可是難不倒這位女老闆 剛開始我連機槍 大概是什麼樣的型號 我完全不懂 然後做了之後才知道 原來有武林機槍有7.62 有什麼炮啊 什麼彈啊 之類什麼劍啊 穿上黑色褲裝 但戀又不實優雅 她是林韋提 是傳產業少見的女性 從小在板金工廠長大 似乎跟一般女生不太一樣 將上父親去世後 女老闆得扛下板金廠 巨大衝擊更讓她一夜長大 女生經營或許會覺得 是不是不太熟這些技術的產業 所以會有一些擔憂 所以其實很多訂單就這樣子離開 那訂單離開之後 員工當然就是會離開嘛 所以我其實在那一個當下 什麼東西都只剩下一半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存貨 板金技術是男人的天下 努力接班 質疑聲浪四起 訂單砍半 員工也走了一大半 得想辦法逆境求生 我的技術不是那麼的厲害 那我覺得我的強項就是 我自己念的科系就是以美術為主 然後我對設計這個是很有觀念的 那我就想說設計它是一個 沒有辦法用就是趁經論量去計算的 一個知識產 所以我想說我把美學帶進我們的公司 將美術專業融入板金產業 強調產品外型跟質感 不但讓國防部向重搭上國建國造 還曾到阿布達比土耳其參加軍事展 風光踏上國際舞台 為了讓板金美學發揚光大 更致力打進民眾的日常 製作大型的弓箭之後 通常都會產生一些比較短的一些餘料 可是你又沒有做其他的功能 我們拿去賣可能是論金乘量 可能一公斤才幾十塊錢 但是我們現在變成是一個 這麼漂亮的一個花氣的時候 點石成金 你看它就變成一千八三千多五千多的商品 工廠用剩的邊角料透過設計融入美學 華麗變身價值翻倍 板金不只能做大型機台登上軍艦 甚至可以端上餐桌 國外的三星主廚 然後還有一些法國酒莊 他們都會使用這些樂盤 他得了禁典獎 然後韓碧樓第一個先來找我們 因為他覺得這一個意象 跟他們的酒店的意象 剛好就是在湖旁邊 那我們那時候就第一個先打進了韓碧樓 那其實你打進韓碧樓之後 其他這一些酒店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這款邁進韓碧樓的盤器 擅有著金銀光芒 盤面的撥光紋理展現板金折彎技術的特殊美感 極簡風格在巴黎時尚家居設計展中一戰成名 不但成了米其林大廚御用 更從國外紅回台灣 他拿到世界的舞台上面去完全不遜色 曾經在米蘭參展的比賽 有得到非常大的一個讚賞跟表現 所以我們就決定跟他們來做一個合作 大陸或者是一些比較低價品的一個仿貌 或者是競爭 那我們如果說今天以高價位 好 比如說米其林餐廳的主廚 我相信他不會去用一個仿製品 來放他的一個產品 所以這就是我們當初的定位 林韋提不會言 搶攻的是金字塔頂端客群 保留傳統板金技術 增添美學的別製工藝 脫胎換骨替產品鍍精 努力闖蕩板金界 扭轉陽剛味開創行業 好 另外一位女力的故事來看到 最近受到了疫情影響 很多人在家工作 要如何把辦公環境 跟家裡頭做結合呢 收納變得很重要 這一位來自台灣的文具女王 她推出了有磁力的收納文具 她選擇從美國出發 先上募資平台一個半月 累計了金額達到一千萬 甚至還得到德國紅點獎的肯定 這不一樣的台灣之光 回到了發源地台灣 依循既定軌跡 雷射機來回運轉 參數設定得一再矯正 經過高溫125度 然後大概8秒鐘的時間 它就會完整的熱壓 超過百度的熱壓機 得細心確認對應位置才能出手 透過鏡頭帶您到桃園這處工廠 每個配件的製程都是重要螺絲 裁切 看似簡單的步驟 卻是不可輕忽的基本功 每項細節講求精緻度 雷絲背心配上俐落長褲 甜美又不實感戀 女老闆親自踏進生產線 緊盯製程的每項環節 是不是再確認一下磁力 是不是對的 沒錯磁鐵吸力是關鍵 以磁吸當成創意發想 雞片槍 我幾乎打不開 什麼都很吸 什麼都不奇怪 替文具收納市場 注入新活水 外出去拜訪 那我可能就會把名片丟上來 或是整身一切丟上來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文具的辦公收納 名片 耳機線 剪刀等辦公用品 很常會隨手亂丟 希望透過磁力應用 能更有效做整理 當你回家的時候 你就把你的手機放上去 然後鑰匙放上去 錢包 這最重要的東西 就會放在這個板子 換個場景 日常生活用品收納 相同方式也能布置貼上 七十一年齊的宋佳蓁 曾做過百貨三西周邊 企業品牌等業務工作 十多年的業務經驗 讓他體認到文件統整 收納的重要性 以自身經驗的痛點出發 開發更有感 畢業於英國國際行銷售時的他 很早舊東西全球市場脈絡 創業起點也很不一樣 很多上班的時候都會用 即使是握房後 還是有很多現場的會議 所以一個筆記本 其實還算是蠻需要的 透過遠端視訊 跟來自加州矽谷的夥伴溝通 宋佳蓁的事業以美國當起點 當然希望MIT這個招牌可以打出去 所以我們才想說 那既然要打Global市場 那就是要簽訂交與美國 然後美國成功之後 就可以逐步的再打回亞洲 全球化思維 台灣團隊卻在美國創立品牌 新市場募資平台試水溫 一個半月累積金額突破千萬元 各大平台的在電子商務的成長 大概都超過百分之二十 甚至有些平台是倍數的成長 碰上武漢肺炎肆虐 一度讓新品牌經營碰壁 但疫情衝擊 也讓美國人在家辦公人數大增 只是日常跟工作結合 界限難以劃分 雜物跟著變多 周遭的環境更需要整理 意外讓磁力收納理念脫穎而出 房間有很多塑膠 或是壓克力的收納 那再到高質感一點的 可能是金屬類的鋁合金類的收納 要嘛就是過重 要嘛就是它可能 隔層已經幫你設計好了 很少是可以有一個模板 它可以任你組裝 創立品牌前 宋家蓁就做過市場調查 發現有同質性商品 但完整度可以再補強 以往業務經驗 常在世界各地跑透透 甚至觀察各國使用習慣 而成為了創業養分 彈性應用 然後可以方便收納 機能性的配合 所以當知道能夠在6500件的作品裡面脫穎而出的時候 當初就是抱著 就是趴呢 當初跟我一起挺過來趴呢 然後就是 就是有點落淚 經營的收納創意 榮獲有工業設計界奧斯卡之稱的 德國紅頂獎肯定 歐美市場一軍突圍 進而轉向日韓發展 正另類的台灣之光 轉了一圈沒有旺本 回到發原地台灣 產品運動業也要再擴大 就像現在的收納板一樣 我們可能再把它做更大一點 然後讓它可以更個人化 但新品牌向前衝之際 偶爾放慢腳步收定行思 也是長久精品之道 做一些專利的保護 那可以說是仿不勝仿 那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會再著重再花多一點心力 再去開發 我們覺得是原創 然後適合我們的東西 新一代文具女王 將十年業務經驗化為充電力氣 以女性細膩思維出發 歷經美麗成長與蜕變 壯大壯眼之路 台灣未來的新動力 等著我們繼續發掘 新動大未來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院小婉 我們下次見 juVivulah